连敌友都分不清 亏你还是我选定的圣女 到后殿面壁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出来 是 教皇密相 教皇密相息怒 息怒 两位长老 你们让我怎么息怒 胡烈娜有错 你们呢 身为武魂殿长老之尊 封号斗罗 却让一个年轻人算计了 还导致十万年浑兽 献祭而死 你们很好啊 算了 你们先下去吧 多谢你 殿下 我这么紧张 我这么紧张 要不是我正是用人之急 你没有足够忠心 但是那泰坦巨猿和天青牛莽 竟敢破坏我的好事 等我空闲之时 就拿你们来做魂环 不过现在 天斗帝国 也该变变天了 将军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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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你把我啄惹的感觉 铠甲 把他抽出魂谷 进化了 这些铠甲好像把所有魂谷连到了一起 只要动用意念 就能顺发技能 因为这只人面魔珠被我吸收时 是诸神附体状态 才给我带来那么大的变化吗 可是 这四块魂骨 每一块的感觉都不一样 背部是灼热 右臂是温柔 头部是冰冷 右臂是磁盒 好难受 解除 魂骨产生了冲突 从未听说过这样的情况 也许这个问题 只有老师能给我答案 重力增强 三倍重力 我身为帝国浑石总长 受陛下之命训练你们 对战技巧不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你们的体力和意志力 就在几天前 上三宗已去其二 七暴流离宗 蓝天霸王龙家族几乎全灭 天斗帝国必是下一个目标 今日你们疏于训练 来日的代价 就是死亡与毁灭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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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刚每天不眠不休地训练军队 研究武魂 再这样下去 他的身体根本受不了 我也没有办法 蓝殿把王龙家族被灭 他只能通过这样的办法 来麻痹自我 注意 你的钱上方 也许只有小三回来 才能让他稍微开心一点吧 近几日 我把分散在各地的族人聚集了起来 发现根本不足百人 实力也都平平 实在无法 帝国那边又没目了吗 正在和兴罗帝国接洽 有穆白和竹青在其中帮助 再加上两大帝国的共同利益 联手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我们虽有余力一搏 但是战争如果真的开始 那将是全大陆的灾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五 我们就快要离开这里了 等我成为封豪斗罗 找到万年九品身亡后 把你带回这里 你就能活过来了 你知不知道你将会失去什么 你要归还小五姐的魂骨 并把封号斗罗的九个魂环 全部赋予它 这相当于是把你自己的武魂 转移到他身上 多年修为毁于一旦 武魂又如何 修为又如何 小五 没有你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二十年内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唐三离开了 他真的能做到吗 他们之间的感情 我无法理解 但我相信 唐三一定能救活小五姐 希望如此吧 小五姐真的好傻 这个唐三也很傻 可是 他傻得却有些可爱 现在 我必须先回趟学院 为此老师关于八诸魂我们的事 小五 你一定也很想见见二龙老师吧 卖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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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卖啊 这伞便宜 又好用 来来来 给我一个 放弃雕 放弃雕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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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胡子不见还了 你干什么 我的 混蛋 给我杀了他 这少生暗含魂力 且实力不低 扯上他究竟是 他居然敢得罪四皇子 麻烦大了 不过他可真厉害 这可是皇家禁卫团 号称天斗帝国皇室最核心的战士 居然被他这么轻易的就给打倒了 动手啊 可恶 这个雪崩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跋扈 不想死就不要动手 交给我吧 不对 雪崩就算再横行霸道 怎么说也是个浑士 也该知道我的等级高的太多 这种情况下还执意向我出手 他就这么自信老怪物会帮他 还是他是故意 年纪轻轻 就拥有领域和相当可观的魂力 就算是小怪物 也不可能这么出色 你到底是什么人 老怪物 好久不见了 前辈 就是前面那个小子 在前面捣乱 你是 这还不足以证明我是谁吗 我 小怪物 老怪物 我们找个地方说话吧 误会一场 他是我朋友 这里你善后 老怪物 你的眼力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差了 少来这趟 虽然一切迹象都证明 你是小怪物 可小怪物不长你这样 废物 还不快给我收拾 是 小怪物 原来你真的是怪物 你竟然有浑兽的血统 老怪物 我妈妈虽然是魂兽出身 但有我的时候 他已经是人类 只是没想到 命运如此相似 如果不是五魂殿 我们一家 又怎么会变成这样 死仇 不共戴天 没想到 小怪物竟背负了这么多 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 找五魂殿报复 不是现在 等我力量积蓄足够的时候 才会向五魂殿动手 老怪物 你怎么还跟雪崩这种人在一起 这种人 值得你去保护吗 小怪物 有些东西 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很多时候 你要透过外表 发现真正的本质 你知道 雪崩为什么那么顽固吗 其实 都是被雪清河逼的 你是说 雪清河有问题 雪夜大地原本有四子 其中 雪清河为掌 雪崩最小 四子中 最出色的并不是雪清河 而是二皇子 可二皇子却在十二岁那年 夭折了 第二年 三皇子也死了 难道 两个皇子的死 与雪清河有关 没有证据 谁也不能肯定 只是 在二皇子死的前两天 雪夜大地 刚与几名重臣 商议过立太子的事 几乎所有的重臣 都倾向于二皇子 会不会是雪清河背后有什么人干的 其实两位皇子皆因中毒而死 但当时四个皇子都生活在皇宫中 一时起居都由雪夜大地的亲信负责 外人无法接近 也绝无下毒的可能 因此两位皇子的死 成了无头公案 后来 雪夜大地 派遣雪清亲王彻查此事 雪清亲王从蛛丝马迹之中发现 两位皇子所重之毒 并不是毒药 而是浑尸的 无魂之毒 这也不能证明 和太子雪清河有关呢 没有证据 就要去寻找利益获得最大者 二三皇子一者 四皇子年幼 获得最大利益的是谁 如果是外人所为 那为何留下了长子 不久前 雪清亲王找我 为雪夜大地诊治 我发现 雪夜大地 中了一种混毒 诱因来自于一种香料 而这种香料 皇宫中 只有雪清河一人在用 此人绝不简单 那你跟着雪崩是为什么 你就不怕这样做 会让雪清河对他下手吗 雪清河固然心思缜密 但雪崩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他故意不努力修炼 让魂力停滞 用嚣张跋扈伪装自己 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 哦 所以那个时候他才会 那混毒和雪清河的事 雪夜大地知道吗 我只告诉他中毒了 并让他维持现状 不过我给了他药 帮他缓解剧毒 不管怎么说 这是皇室内斗 老怪物 你最好少牵扯其中 皇室的事我不愿意管 但天斗帝国若能稳定 也有利于对付武魂殿 你刚回来 还不知道另外两件大事吧 什么大事 七宝琉璃宗 与蓝殿霸王龙家族 被武魂殿偷袭 什 什么 七宝琉璃宗 以超过三分之二弟子死亡为代价 撤入天斗城 但南殿霸王龙家族 惨遭灭门 只有少数在外的子弟得以幸存 你得尽快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武魂殿的行动 恐不止于此 好狠的武魂殿 老怪物 皇室这边的事你多查查 我要赶回学院看老师 好狠的 嗯 老师 小三 小三 这是 老师 二龙老师 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吧 什么 你说这只兔子就是小五 都怪我不好 是我没有保护好小五 五魂殿 李彼东 我要杀了你 二龙老师 您别冲动 冲动 我怎么能不冲动 唐三 你要是个男人 就跟我一起去五魂殿 就算是死 我也要闹他个天翻地覆 够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 难道你还要让小三和你一起去送死吗 小五的事也不能怪你 你已经尽力了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 早日达到封号斗罗级别帮他复活 你明白吗 无魂殿的血海深仇 我们 还有从长计议 老师 小刚 小刚 老师 你怎么样 老师 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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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感觉是个废小五 别葬 三哥请你吃面 康师傅藤椒牛肉面 特有小绿包加持 低温萃取 四川地道藤椒精华 让魂力瞬间点燃 焦香马爽 果然一味燃魂 感觉瞬间魂力爆表了 有小绿包的康师傅藤椒牛肉面 吃它 大死的五魂蝶 小三 你受苦了 院长 我没事 只要小五能复活 我怎样都无所谓 那你这次回来准备怎么办 我打算先修炼一段时间 并且再制造一些有用的暗器 荣若和红俊都在学院中修炼 你们正好可以一起 你这边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 现在天斗帝国对我们全力支持 各种资源都不是问题 院长 谢谢你 好了 你一路劳顿先去休息吧 大沙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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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胖子 进步不小吗 三哥 三哥 你自己创了一个宗门 你们浩天宗不会有意见吗 我虽已认足归宗 但浩天宗已经封闭 唐门与浩天宗事则并不冲突 今后可以是相互依附的关系 三哥 你真是个有理想的人 反正我就跟着你干了 现在他们就我们两个光杆 你是宗主 我做副宗主 好吗 你要做副宗主就做好了 宗门具体的建立方式我已经想好了 等跟老师商量过后就开始操办 嗯 没问题 蓉蓉 蓉蓉 我有事情想和宁叔叔商量 你能否请他到这里来一趟 好 我这就去找父亲 嗯 就今晚吧 你看行吗 没问题 那就麻烦你了 哎呀麻烦什么 我们还需要说这种话吗 对了 切记保密 放心吧 哎呦 这话太暧昧了 要是让别人听到 还以为你们关系特殊呢 四胖子 当着小武的面别乱说 我走了 嗯 我先去找老师一趟 嗯 嗯 有啥气 武魂殿派来的人 这声音是 你是什么人 你又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有二十四桥鸣月印 为什么和宁蓉蓉在一起 这个声音 竟有几分熟悉 我和蓉蓉的关系 关你什么事 蓉蓉 叫的好亲热 你又是什么人 你又是什么人 为什么和宁蓉蓉在一起 我和蓉蓉的关系 关你什么事 蓉蓉 叫的好亲热 我和蓉蓉蓉 出口神怒 你就是什么人 你是不是 看一眼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没有 这个人 十万年 昏昏 残绕 第六关键 招呼花宝 镜像场 食物喜欢食 吃喝烈焰 好强的骑士 第四关键 蓝银囚龙 静像头狗 分身 有分身 好天锤 好天锤 蓝银草 小三 小 真的是你 小鹅小鹅 你这家伙能活着回来 太好了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走 跟我回学院 我解释给你听 等一下 我不能去学院 我们先找个地方聊聊 摘下你的斗笠 你这家伙 竟然回来了 为什么不回学院 七宝榴梨宗发生的事 你应该知道了吧 你刚才对我那么强的敌意 是因为看到我和荣荣一起走出来 吃醋了 我这个样子 还怎么去见荣荣 能够在暗中看的几眼 我就已经满足了 就因为这道疤痕 你可知道荣荣这些年因为你受了不少苦 你当荣荣是什么人 你以为荣荣会因为你破相了 就不喜欢你了 小三 你不明白的 荣荣比五年前更美了 我本就配不上她 现在变成这样 你让我怎么去找她 你可能因为自卑而伤感 但是 我就算再悲伤 现在也无法再见我的笑话 小三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请慢用 她就是小五 我的小五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变得英俊雷又有什么用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我宁可变得奇丑无比 也不希望小五受到任何创伤 那天 我和小五被父亲救走后 父亲让小五与我暂别 随后带我去瀑布练习锤法 现在你知道 我的十万年文宽 从何而来了吧 如果有选择 我只想要我的小五 小 珍惜眼前人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失去了 再后悔也来不及 小三 对不起 没想到 你和小五惊人 不要和我说对不起 你应该和荣荣去说 我 我懂了 走 我现在就跟你回去 不论以后怎么样 我都不会再离开他 哪怕 只是守护在他身边 我也心满意死我 小五 你看到了吗 荣荣和小傲终于能在一起了 你也替他们高兴吧 我们以后也一定会在一起的 我保证 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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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一下 一下 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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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摸一下 就摸一下 你这道法是不是贴上去的 老师 三哥 你醒了 放心 你无大碍 应该是你最近太过伤心 外加修炼操之过急 没有好好休息导致 老师 也许还跟我进化后的八珠魂骨有关 我看看 老师 上次不是这样的 当时我其他三块魂骨也都出现了变化 延伸出铠甲与这块铠甲相结合 让我的实力提升了不少 好 我明白了 看来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很有可能你会获得那种特殊的技能 魂骨融合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魂骨融合剂 老师 你以前似乎没给我讲过 那是因为我不认为你这一生中有接触到魂骨融合剂的机会 可没想到你却如此得天独厚 魂骨融合剂究竟是什么 所谓魂骨融合剂 就是自身所有魂骨融合在一起之后产生出的附加技能 极其强大 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人能达到的领域 现今魂世界有可能拥有这个技能的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身上需要几块魂骨才会产生这种技能啊 一般来说需要集齐全部六块魂骨 而且必须是一种魂兽出产的才行 然后才有千分之一的运机出现魂骨融合剂 简直比登天还难啊 可是三哥现在只有四块魂骨啊 所以小三的这种情况可能是魂骨融合剂的前兆 可我的魂骨并非同一种魂兽出产 如果我猜的不错 是因为你的八竹魂骨作为外父魂骨 它多次进化产生了一种新的能力 能像桥梁一样帮你沟通所有魂骨 因此今后能否出现真正的魂骨融合剂 还要看你以后能获得的魂骨 大师 您说可能拥有这个技能的人是谁啊 历史上唯有五魂殿拥有这样一套传承魂骨 却从未听说过有谁能够将那六块魂骨完全融合的 但我猜测有一个人有可能 就是比比东 比比东 小三 小五的事你也别难过了 既然他有复活的可能 我们总还有机会的 这次回来 你打算怎么做 老师 目前看来 五魂殿恐怕是要图谋统治整个大陆 但凭我们自己的力量 不可能扭转这一切 你选择异附于天斗帝国 但我却不想这么做 那你想如何 借助天斗帝国的实力固然是可行之法 但我认为 皇室内部的情况太复杂 之前我遇到了独孤伯前辈 他的一番话令我感触很深 您 也要小心才是 这其中的关系过于复杂 独孤伯前辈所知 也未必是全部 这些天我一直沉浸在仇恨中 竟都没有好好考虑过 这样看来 这个雪清河很不简单 恐怕连宁宗主也被他蒙在鼓里 只是 难道还有比毒斗罗更厉害的用毒魂尸吗 我也不知道 也许 比毒斗罗更强的用毒魂尸 未必没有 但这样出色的魂尸 却为雪清河服 说明这名魂尸背后 必然有庞大的势力支持 难道是形罗帝国 不 我最怕这背后的势力是武魂殿 老师 我也不认为那个雪崩 会比雪清河更好 与其如此 还不如以自身的力量发展 我准备自立一个宗门 但要脱离于一方势力之下缓冲 慢慢发展 你想让我去帮你 现在雪爷大帝对您信任有加 您不能走 能够帮你的 我一定不遗余力 详细说说你的计划吧 详细说说你的计划吧 好 三哥 我回来了 嘿嘿 真难以相信 武魂的变化会彻底改变一个人 你好 你说说 好久不见了 这位是 是 嗯 嗯 啊 啊 宁宋主 荣若 我回来了 荣若 等我失忆 失明之后 只要我不死 我就一定会成功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荣若 你是我最爱的人 我不对你好 对谁好呢 你知道吗 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奥斯卡 你不是喜欢我吗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回来 我只要你回来